我们就开始 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对话天路课 我是苏欣 我是三姐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陈璐 大家好 我是Jacob 很高兴又见到大家 对 就是很高兴又看到你们三位 尤其是能看到Jacob 你的凳子 你是不是做你做好 但是我看你在推上 又是一 又抛下一个重磅炸弹 然后呢 我看来又是一堆的人 又又向你发起了进攻 对对对 就虽然这段时间 没有跟大家怎么见面 但是我发现 我还是没有停止 停止这个被攻击 我就一直在发表一些 这种关于实证的一些思考 我突然想到了一句话 叫被逼迫的人有福了 因为你是上帝的儿子 我就觉得 就说是那个什么 是川普 好像就是说 感觉 你被 就是想拯救世人的人 然后呢 最后呢 总是被世人呢 最后就定在十字架上 当然这个十字架呢 也并不是说 就真是耶稣定的那个十字架 但是呢 它是累穗那样的一个东西啊 结果这些人都攻击你说 你是偶像崇拜啊 嗯 这个吧 你自己 我是不是要给自己 自己解释一下吗 要不要 对 因为 其实这个推呢 其实也很偶然 我昨天晚上 当我忙完一些事情 准备要去睡觉的时候呢 然后就随便浏览一下 大家发的一些 最近的时政的一些热点 就发现川普正在被一个 在司法方面 在被遭受压迫吧 逼迫 那么当时就 突然有一种想法 就是 也是 一个念头 就是我觉得 这个很像是 这个被 被钉十字架的 这样的一个人 所以就发了 有感而发了 写了这样一条推 当然 这个世界上 就是在历史上 其实被钉十字架 的人 并不只有耶稣一个人 其实很多人 就是他为意 受逼迫 这个是一个常态 其实在历史上 那么另外呢 我也并不觉得 我对川普是一种 败偶像的这种情节 因为基本上 像我们大部分的 川普的支持者 都是 就是带着有一种理性 或者是基于一种信仰 和价值观的 这样的一个 应该说是一种共鸣 在支持这个候选人 那么其实 跟他们所谓的 败偶像 其实是完全 不相干的 那么 没想到就这样一条推文 反而就是引发了一些 争执和一些讨论吧 所以我想 这也是一个话题 我们可以 今天有空可以来 展开来 好好的来讨论一下 对 有一些基督徒 可能认为 你好像把川普 就比作耶稣 实际上 我觉得好像 这可能是一种误解 你比如说 我有时候 就看着我先生 他呢 就是为了支撑一个家 然后他就有 有很多时候呢 就是又很辛苦 然后呢 又好像不被理解 我就感觉 我说 你看你就像个 那一茶背着十字架的 耶稣一样 所以我觉得 这是一个简单的比喻 并不是说 好像我们就把这个人 就比成 就是他为了众人 在那受 受这个 这些人的误解 或者是受这些人的迫害 就是这么一种 简单比喻 那跟偶像 我就感觉 我是 我是能理解 你那个话 所以我就说 对于这些攻击呢 我是有一些 去保留看法 三姐呢 我这看那个 杰克伯这个推 我看像一个炸烂一样的 把疫情 这个基督徒给炸出来了 炸出了他们 属灵的真实状态 他说这个 特朗普在上十字架 很多人 立马就想着说 他在说特朗普是耶稣 这个是 这些底下人 这些你们属灵状态里面 非常混乱的一个表现 其实这些人 真的应该警醒 包括其中有一个人 我看他好像还是带查经的 你自己对这个圣经的理解 和对圣经运用在生活中间的 这种真实的practice 你是有很大的欠缺 所以我是看见这个事情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现象 就是在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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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推底下 他发的这个推 然后让推底下这些人 出来讨论 是一件好事 起码我们可以看见 哪些人 他对圣经是误会的 我们越讨论 我们可以越清楚 就关键有些人呢 他在别人指出 他的问题的时候 他不是真的很谦卑的 来检验一下自己属灵状态 是不是真的出了这个问题 他上来就骂人 就攻击 这种人真的 你们很可怜 你们的状态 你们一定要悔改 这个Trump是上十字架 他是为美国上十字架 为美国在受苦 其实实际上 说难听一点 全世界我们都在一个 suffering里面 现在就是那些 敌基督的人 掌控了这个 地上的管理权 我们这些基督徒 要在神面前 要检点自己 我们认不出 谁是仇敌 谁在为仇敌干活 这才是我们 在神面前的亏欠 这才是整个世界 堕落的一个根源 所以杰克布 你这个推真的是 非常的好 让一些自以为 还能在教会里面 是个某个人物 还能就是做教导 做教师的人 真的要检点自己 尤其是 我还要看 有谁今天在群里面 发那个说 就是说这个Trump 他是这个 就是被这个 现在要送去 到那个纽约的 要被捕 要被捕的这件事情 对到星期三 到现在还没有动静 对 所以这件事情 是非同小可的 就是有个人 胆敢你站出来 为真理赞助 你要跟这提挡上帝的人 抗争的时候 你就会遭遇 像耶稣一样的 这种出现 这种灾难 非常好 谢谢三姐的 其实我们 其实我们之间 就是有一种默契了 但是有 我相信有很多人 其实他的概念上面 是很模糊的 甚至很混乱 的确是这样 因为很多人 他攻击我的一点 就是说 为什么你把他当作一个 耶稣这样的人 来崇拜 其实并不存在这个问题 因为在历史上 很多被神所拣选的人 他并不是耶稣 他不是神子 他可能也就是个普通人 但是这样的人 有很多 其实在历史上 我们如果我们读过 这个试诗记的话 其实一直都有 在这个约书亚后 约书亚后期 就是当他过世以后 那么后面的人 就基本上 以色列人就已经背逆了神 那这个时候 神就会拣选一些 这样子一个试诗 其实他们 最大的作用 其实是 你可以说是一种拯救 但是其实他们是来 回来把这个 以色列人 带回到神的这个旨意里 其实来归正 他们是带来一种公正 和恢复一种秩序的人 其实这种人 都可以成为事实 不一定是 他一定是神子 或者耶稣这样的身份 其实有很多人 其实是很 就是这种概念方面 是很混乱 可能他们也只是一个 一个初信徒 可能他们很容易 就是做出这种 不当的联想 其实我也是觉得 对 就在这边澄清一下 对 我觉得你能 为什么能产生这种联想呢 我就觉得 你甚至把川普 当成一种偶像了 我们并没有 把他当成偶像 他是一个 有缺点的一个战士 就觉得在这个 混乱的世界中 然后呢 我们不需要 那些圆滑的政客 我们就需要一个 冲锋陷阵的战士 那这个战士 他有缺点呀 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呀 所以他有缺点呀 陈露你怎么看 对 我觉得是 上帝其实是 爱我们每一个人的 爱这个国家的 但凡这个国家 要落魄到一个 一个种地的话 神会是拆派人来去 把他从这个 被掳的这个地方 把他赎回来的 那但是这个人 他并不适应 不是我们想象的 我突然想起这个 我在以色列的时候 我到那个金明堂的时候 那么那个金明堂呢 顾名的司义 就是计较了三遍吗 就是彼得了 三次不认主 那彼得为什么 三次不认主啊 是因为当时的 犹大把这个 主耶稣给出卖了 那么把耶稣 主耶稣出卖了 由他们这个 政治还有宗教 他们就把他们 合在一起 把一个无罪的耶稣 就放在那儿 其实那个金明堂啊 还有三层 他把耶稣呢 上面就是他们的豪宅呀 很好的东西 但是他把它放在地牢里面 那个地牢 其实以色列 它就是那个山 就是属于那个石灰岩 就是那个岩洞啊 他们都有很多的洞 他就把它 从上面用绳子 就掉到那个 最底下那个洞里面 那个洞里是没有灯的 也没有光的 他就是把它陷害在哪里 陷害那个最潮湿 最幽暗的这个牢里面 而且呢 关你什么时候 他是不知道的 第二天 他要把你 起来的时候 你自己还出不来 他一定是从上面 在弄个绳子 你把自个儿绑上 他再把你 起势给吊上来的 我们的神 他就在另一天晚上 其实呢 在金明堂里 当你到那个地牢里的时候 其实每个人都在哭泣 每个人其实都是流眼泪 你就想想嘛 我们的上帝啊 我们的神 前一天大家还在拥护他 拥戴他做王 结果呢 转身 这些人就开始要定死他 要把他放在这个监牢里面 他要被逮捕 我想为什么耶稣 他要来承受这样的一个痛 他为什么要来 为我们人去承受 我们人要死就死吧 对不对 我就突然想起 就是这个 川普他为什么要来 为美国去承受这些的 痛苦 你知道 要被杀 要被抓 你又犯了一个和 Jacob一样的错误 人家Jacob说是 背十字架 然后别人说他偶像崇拜 你马上又把他 又把川普想到 这个下地牢 和川普被捕 然后你又联想起来了 你又是一次偶像崇拜 所谓的偶像崇拜是什么呀 我觉得咱们要澄清一下 偶像是什么 是他 你把他当不当人 你把他当成神 你比如说这些 我们的很多的领袖 他无将啊 他永远 这绝对是个神 那么我觉得川普不是的 他是一个人 你看你大家都说 没有他说话 有的时候他不好听啊 他有时候 他也犯点小小的错误呀 他判断也失误啊 他用人好像 他旁边的人 怎么用来用去 都不是他不能跟他一起的 你看他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这个我就是最欣赏他的 你不可能把他当成一个神 那么但凡神拣选这样的每一个人 他有缺陷 他不完美的一个人 让他来承担这样的一个漠视 在这个美国这么危机的情况下 让他来承担这个责任 担当把大家唤醒了 让把这个国家拯救了 这是多么奇妙的一件事啊 我觉得上帝并没有说 他用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人 好像他不会从来不会犯错 他也不会说出一句 这个所谓的这个 这样的不好听的话吧 他不是个大嘴巴 对吧 他不是的 就像以前的庞斯 和现在的德上帝斯 对你想想表面上看 他真的不是一个完美的人 甚至有人叫他 你是个大疯子 是不是 他为了美国癫狂 疯狂 然后呢 他真的你看他讲话 但是你看他讲话没有 他句句讲到点上 他句句讲到美国的痛处上 你就知道他这个人啊 他这颗心啊 这为美国多么的忧伤啊 多么的这种迫切啊 甚至说你想他有钱 他不缺钱 他干嘛要去 干嘛要为你们去去去去 去赢得什么 我特别感动是 他说我我为了这些孩子们 他有一次讲到孩子们 我眼泪就下来了 你想想是一个 美国所有人讲话 有哪一个人讲到 我说我要为了这些孩子们 孩子们的未来 我不要他们再去受贡 他就是要把这美国带回到 以前的那个敬畏上帝的根基以来 我想不能说他是神跟耶稣一样 那么耶稣还被钉死十字架了 他四里复活的 但是我觉得他有耶稣的 这样的一个精神 有一颗这样的生命 这个生命是不可否认的 真的你看现在的所有的 全世界的任何的一个领袖 哪有一个是被人家这样对待的 我真的是有的时候觉得替他不公平 对 我接你这个话 现在的人要把他 就是纽约的这个检察官 要把他抓捕 这首先是违法违宪的 第二个 我讲这句话 马上这个苏欣也可以讲 我跟他们两个人是讲一样的 现在这些人要抓捕他 围攻他 包括那些人在媒体上面 来造谣诬陷他的人 就跟当时要把耶稣 定十字架的人是一样的 定他十字架 现在这些人就说抓捕他 抓捕他 对 那我这样讲的话 你们觉得 我又把川普当成耶稣了 我跟你讲 这个是我们这些人的认知的问题 而且圣经上讲得非常清楚 我们要效仿基督 不光是效仿他 其实也效仿他被启示之下来跟从神 也效仿他那个尊神伟大 也效仿他能够有神来的那个 就是救这个世界的那个心 有公义正直 救这个世界的心 所以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一个 你如果真的做得很好的话 你就是个小基督 这个是圣经的真理的教导 所以永远不要觉得说 我算老姐我地上一个人 我怎么 川普算老姐 川普是地上一个人 对 我们所有地上的人 都有可能因为效仿基督 成为一个小基督 最终有一个成熟的基督的生命 进入神永恒的那个荣耀里面去 这是我们要走的道路 很多人就是什么呢 上帝是上帝坐在天上 基督是基督 他在两天年以前为人死了 我是我 天天读圣经背的 混瓜烂熟的 可是自己永远都是自己 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基督 所以这个就是 基督徒对圣经理解的混乱 也是圣堂政府 希望你们变成这样一个基督徒 对 说的挺好 实际上就觉得 你一说 我就觉得 好像你说一看 耶稣呢 他是一种精神 不是说我们像做的 像耶稣一样 像受迫害 为了真理 为了正义 受迫害 然后呢 就是把这个人 又比作一个耶稣 像川普的 像那个Margaret 那个精神一样 我觉得川普主义 他是川普主义 并不是说好像 我就觉得 好像这些人 就把这些事情呢 他好像就是特别的酷化 这个概念呢 神话 神话 对 所以呢 我就感觉 就说是 哎呀 好多人一说 就是哎呀 川普把 川普好像就是偶像了 或者是怎么样了 哎呀 我说真的是 就是我也不想 给他们去解释 因为我觉得 他根本就理解不到 这一层 然后呢 我们只是觉得 川普是一个 他是一个有缺陷的人 而且呢 这个人呢 就是他是忘国 他不会去顾忌 自己的那些利益 然后呢 把他呢 就是为了算计来 就像现在的那个精英一样 算计的非常清楚 然后呢 是做的 说个话呀 也要做的 什么滴水不漏 然后呢 那个他的利益 也要计算的清清楚楚 我觉得这些人呢 他们才是真正的是 偶像崇拜的 哎 觉得这个人很完美 你觉得这个人 好像比川普这个比川普好 因为川普有毛病 我 所以我就感觉 我说到底是谁 在崇拜偶上的 你没法跟他们去 去怎么样 去跟他们去变调 但是我看这个吧 还一直跟他们在变了 有一些我觉得 从你的那个推文下面 有一些我就都拉黑了 我觉得 跟有一些真的是 没有 没法跟他们 就是大家都不在一个 那个层面下 真的是没法去跟他们去解释 看我的 我的看法是这样 在这个问题上呢 发生争议的呢 主要有两点 第一个就是说 一部分人是认为 他们在川普和这个拜登 也就是说 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 无法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 那么他们会认为 所有支持 支持川普的呢 就是说是一种错误的选择 那么在这点上呢 我觉得没有太多辩论的必要 因为大家基本上 可以说价值观是完全不合的 就是整个大方向的是非 都无法去分辨的话 那这个没有什么可以讨论的 那么另外一个争议呢 就在于说 他们也 其实一部分人也是支持 这个川普的 但只是说 在支持的程度方面 就是觉得 你不应该 他们质疑我的一点 就是说 你不应该对他 持这种完全支持的态度 或者说 是一种败偶像的态度 其实在这点上 我也觉得 其实 是不是过分解读了 因为 你对于川普的支持 其实我们对一个政客的要求 其实你要 你要怎么样 你难道是在选一个 模范 这个 模范情人吗 就是说 他当然是有问题 每个人都有 但是你在这点上 我们主要看重的是 因为他政客 他的专业就是说 怎么样把这个国家 带往一个好的方向 然后让这个国家 因为他是一个政治领袖 那么我们当然不是用一个 一个常人 或者说一个 用这种道德洁癖的这种角度 去 去审视他的 其实 所以我就觉得 那么在这点上 如果你还是要揪着 他的一些瑕疵不放的话 我觉得首先 这个人 有点自以为是 就觉得 难道你眼中的良母 就比他 别人眼中都刺 还要更 更小吗 那么另外就是说 嗯 你 你是可以挑他的问题 但是 这个是他的领域吗 比如说私生活 这跟国家 带领国家 这个 这个做个领导人 有很大的关联吗 其实你看我们历史上 大卫王 对吧 他的私生活怎么样 那如果神拣选他的时候 神会在乎那些吗 所以我们不要去 站在一个不同的维度 然后你又去讨论这个 领导人应该具备的品质 我觉得这个本身 就是在避重就须 那么这样的一种 混淆视听 我觉得本身也是一种 带着一种恶意的 那么 就是说 在这个问题上 但是我先看到川普的私生活 他看不到拜登他们家的 那些乱七八糟嘛 嗯 对 他当然是一种双标的 这种 这种态度 因为我们也看到 自从这个川普进入人们的视野 那么 针对他的各种调查 真的是从来没断过 就是哪怕就在他执政的期间 什么通俄门 各种各种各样的弹劾 最后呢 最后发现也是 根本就子虚乌有 对不对 所以这次又来一个什么 又是个什么门 就可能是 这个嫖记门 或者是什么门 反正是 我的感觉就是 这个国家已经在 在带着一种极度的 对他的一种恐慌 就是 就是非常担心 他可以再回来 因为 我已经看到他的对手 他的敌人已经 出于一种 近乎是歇斯底里的这种恐惧 那么他们希望 不择一切手段 来阻止他再次回来 这件事 反而让我觉得 这个问题很大 其实这个人 才是一个 美国人应该真正去选择的 这个领导人 那么 我是欢迎大家去 认真的去看 这个 去研究川普 我觉得 你没必要被一些小的 一些细枝末节的东西 去阻碍了你的 对一种 一个大方向的这种判断 我觉得没有必要 真的 对 我觉得是这样 但凡你对他要求太严了 细枝末节的去要求他 我提醒你 这些人估计你就把他当神话 神败了 他就是一个人 千万不要神话他 人就是喜欢看别人 不看自己 其实我这个毛病 是被上帝纠正过的 我在读那个旧约出埃及记的时候 我就说那个以色列人 他出了那个 过了红海 进了旷野的时候 没有水他也抱怨 没有吃他也抱怨 那个时候 我就跟神 其实我也 我觉得自己挺是个艺人的 我就说你看 这些以色列人 都不像话呀 你知道吗 当时就有一个 不是很清楚的声音啊 是一个意念 立刻就是answer 回答答案那个意念 进入我里面 说你跟他们一样 我吓了一大跳 我跟你讲 我真的吓了一大跳 汗毛都竖起来了 我后来想一下 我就真的就是 也不是我自己有什么本事 其实就是神带我进入了 那个圣经的经节 那个状态里头去 我就看见 我就是隋大溜的一个人 我跟那些人就是一样的 我就是那个耶稣来的以后 我看了神迹奇事以后 我还要害怕当权者 因为当时的坏的老百姓 和当权者的势力太强大了 我因为害怕他们 我就跟着一起喊 钉他十字架 钉他十字架 我就一起跟着那些抱怨 摩西的人一起抱怨 我从那以后我就知道说 其实能够持守真理的人 是极少数的 我在那天 我好好在神变前悔改 以后在查经的时候 有人像我一样的 说你看那些人毫不像话 你知道吗 我就笑 我其实我心里面讲 当然我也不敢去讲人家 我心里讲 其实我们都跟他们都是一样的 我们只是不认识自己而已 现在是一个分别的时刻 就是林伍德发了一个 他的那个电报推 电报文 他的意思就是说时间不多了 给人悔改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你看现在的操作这种手法 这个纽约要抓捕这个川普 就是不顾一切 他违法违宪 他就是冒天下的大不危 他自己坐牢 他都要把川普先抓起来 对 所以你那个谁 陈璐你在看那个西明堂 在那西明堂还有一个故事 除了那个耶稣被放到 那个地牢里边去之外 还有一个故事 彼得三次不认川普 不认 彼得三次不认 彼得三次不认主 所以呢你就想呢 你说他呢 其实他不认主 就像刚才三姐说的一样 其实我们每个人呢 其实都是这样的 我觉得彼得不认 他有他去有恐惧 他有懦弱 然后这都是我们每一个人 可能会经常会产生的 一种一种感觉 对 其实当时吧 他有两个雕像 一个雕像呢 就是叫被囚禁的主 你就看主好像是被囚禁了 在那个地牢里面嘛 手好像是被 就是他是一个神 他完全是不受任何东西限制的 可是他为了人 爱了我们 他为了走的这条苦路 当天他是从这走向 可喜马尼园呢 他要走向各个他的 就是他选择了一个苦碑 他甘愿被束缚 被囚禁 使得我们的自由 那么还有一种雕像呢 就是彼得在那个 塔基斯的那个院 烤火的时候呢 当时立刻就有人认出他来了 然后他就 三次他说我不认得他 我不认得他 你们觉得他为什么 为什么跟了那么久的耶稣 他居然不认识他 其实神在之前 已经跟他讲过 说计较三次 你可能不认我 彼得说还不可能 谁不认你 我都会认你 他完全不知道 他在说什么 但是环境来的时候 他就凸显了人的那种恐惧啊 傲慢 我们以前那个傲慢呢 然后呢 其实在环境里面 是非常软弱的 当然我想 这个三次他的不认主 那当年 当耶稣夺活的时候 他三次在 提利利亚海三次问他说 你爱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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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主耶稣就用爱 又把他给换回来了 所以我想 谁都不能够去夸口 好像我们跟随耶稣 跟了很久很久的人 当主耶稣 他真是在一个环境里面 当我们正放在一个环境里面 我们还能去认他吗 还可以认得我们 所信得过的人吗 这确实是个考验 刚才三姐讲了 说时候不多了 我就想起一段 上帝说 他说我要来震天 我要震天 还要震那种天地 震动沧海与桑田 他要震把人 你所能够依靠的 你说 我绝对不会认错人 我绝对不会抛弃他 我绝对不会否认他 但凡你有这样的想法的人 你肯定的在环境里面 是真的不认主的 那个时候 上帝就知道 我们有多瞎 今天这个世界 你看你们有多少人 眼瞎呀 看不见哪 我觉得这个 迈克尔在那个推理里面 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我刚才我还是好多人 他还是顺着 他那个瞎的眼光 还在那继续讲 还在继续讲 哎呀 我想这个 彼得三次 已经回答了他们的问题 这个不是说 定时机架的都是耶稣 对 那人就要 还要问你 对 他还是要请问 所以基民堂就很有意义 每个人当那参观的时候 你看计较三次的时候 其实不是说彼得不认主 也不是彼得不认识了 其实是我们自己的那个 里面那个傲慢 瞎眼的这个声音 真的环境来说 我们真的是不认的 除非圣灵的开启 除非圣灵让我们知道 他在这个世界的 这个末世的时候 他拣选了谁 谁是上帝所用的 就在这个世代 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候 是神所用的 但凡你看不清楚的 哎呀 我都不好说了 那叫真侠 求上帝把那个圣灵 要开启我们 好 我当时就觉得 哎呀 我们很瞎 其实每个人在那个地方 他是这样 那个 那个到点了 那个 那个教堂 那个钟就会响 那个还会叫 就让我们知道 哇 激心我们 我们每个人是眼瞎的 都会跟随耶稣很久 可能还真的不认识他 我觉得 你说三姐 如果你们要知道 自己眼瞎了 你们就好了嘛 就是很多人 瞎他自己不知道 心眼瞎了 他自己不知道 最可悲 就是一个是眼瞎 然后呢 就是自己知道 就说我现在呢 我的懦弱 我能知道 我的懦弱 可能在关键时刻 我可能对自己 有一些 没有那么多的 没有那么大的信心 不像彼得一样 我怎么会不认你呢 我肯定会认你呢 结果到跟前一步 不认了 掉链子了 所以呢 我就觉得好像就是 你因为懦弱 或者是你因为胆怯 或者是你因为 你要有一些私利 什么这些呢 是一方面 有一些人 我觉得好像 他们是 现在这形势 可能更危急一些 有一些人的是 故意的 我觉得好像就是 故意的表现出来 一种忠诚 然后到关键时候呢 我这时候开始 给我掉链子 我觉得这个也是 所以我就觉得 像这个那些说的 那个鸡名堂 我就马上想 第一个地牢 就想到川普 被人放到 放到这个地牢里面去 你看现在的这个 像这个左派 却是有点太疯狂 像三姐刚才说的 他念成自己去 你看冒着是违法的 你看他们 他受贿 贏受贿 他知道他自己有错 但是他就认为 他胆子挺大 他认为他不会 受到惩罚呀 然后就这样 他也要把川普 先给拿下来 你说现在这个 国际形势 这么严峻的 你想看 你看习近平和普京 你看看 人家现在已经 就开始布局了 这美国现在还是 你出了这个LGBP 然后呢 就是开始抓川普 所以你就感觉 这种形状 真是很危急了 那么咱们现在基督徒 还在这时候 还讨论 谁是偶像 谁在崇拜偶像 所以我就感觉 真的是有一点 这是一件事 让我想到这个 要被捕的川普 另外一件事情 我就想到这个德桑比斯 我觉得美国现在呢 也就是这样的 除了敌人 现在呢 就是这样的 在围攻之外 我觉得自己人 你先展现把这个 德桑比斯 算作自己人吧 我以前从来 对这个人 没有一句 没有一个字的不 然后因为我觉得 就是说 甚至于他们攻击他 我都感觉 有点不舒服 我都不看 但是呢 我觉得他最近的 这些表现 我觉得好像确实是 假如咱们不能说 好像是对川普 忠诚不忠诚 我觉得现在呢 你看他是对美国 忠诚不忠诚 对美国人民 忠诚不忠诚 在这个关键时候 我觉得好像就是说 你是应该把你的矛头 是对准谁呢 然后呢 可是他没有 他是他算计 算计的清清楚楚的 我开始我不说话 然后呢 我说话 自尊俱拙 然后呢 我要是谁八面玲珑 谁都不得罪 但是呢 暗出出的 就把那个矛头 就指向川普 所以我一下 对这个人 我感觉 他不光呢 就是说是这个道德 或者是忠诚度 是对人民的忠诚度 对美国的忠诚度 不够 另外我也觉得 这个人政治智慧 是有一点缺缺的 三姐 你怎么看 如果说很多人 以为彭斯是尤大 我觉得德上帝 是更像尤大 原因是 彭斯当初并没有靠着川普上位 他是配合川普来工作的 川普需要这样一个基督徒 面貌很深刻的一个搭档 来一起竞选总统 但是德上帝斯 他每一次的人气提升 全部都靠的是川普 所以 他其实在之前 他得了好处以后 就开始远离川普 其实就像彼得 我们那时候认为 就有点像彼得 是彼得不认主的这种感觉 因为他毕竟还没有 就是公开跳出来 说要跟这个川普PK 但是他现在一步一步走到 今天这个光景的时候 他已经开始显露了他的面目 他开始 就是要讲川普 给这个女人分口费的事情 他不对这件事情 做一个正确的判断 已经其实在纽约法庭 已经被判决了 这个案的是 是不存在的 是就是过了 然后那个女的 最后自己也承认 说没这回事 他居然在这样真实资料 他都已经大家都知道的情况下 居然还说 我不知道给女人分口费 是什么事情 你看他川普被人冤枉了一招 他没有站出来 去川普洗冤枉 他反而要雪上加霜 把这件事情再翻出来 像个屎棚子再搅和搅和 这个人这个居心非常的不良 他而且他现在已经说 今天有消息说 他已经公开宣称 他要2024出来竞选总统 这个人不是 过去我们一直以为 我跟你一样 我以为他可能不够聪明 不够智慧 但是走到今天这一步 他已经显示出来 要么他就是一个棋子 要么他就是非常愚蠢 就是这样 我觉得他是一个最后被 双倍两届面都会抛弃的棋子 那个Jacob 你怎么看这个事 其实我倒是没有太关注 这个川普之外的一些候选人 那本身我是觉得 只要在这个制度允许的范围内 其实每个人都可以出来竞选 对 对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对吧 那么至于说 你在背后搞些什么小动作之类的 其实我是 我还是 我都我甚至都可以理解 因为我记得川普那个时候 出来当选的时候 那什么蓬佩奥啊 这些人 像什么 也有好几个是竞争对手 对吧 后来也被他纳入到 他的这个内阁里面 那么我是觉得 是可以理解了 你可以互相攻击 可以 那么至于 最后如果一旦 这个候选人定下来以后 那么这个时候 你的态度 我觉得就很 就很重要 就是你是否能顾全大局 能够 成为一个 就是团结在 你这个 这个党魁 之下的一个 一个人 来帮助他 来夺回这个政权 我觉得 就看他之后的态度 那么之前的话呢 其实我不是 不是太关注 不是太关注 那么 你要我在怎么 分析的话 我可能也讲不了太多 那么但是呢 我可以 我可以试着回想一下 为什么 我会支持川普 我觉得川普 他可能跟其他人 不一样的地方 就在于 以前我们也见过 很多这个共和党 对吧 这个总统 甚至是一些候选人 建制派的 对吧 建制派的 那么其实我们 回顾一下 我们发现 所谓的共和党 这个建制派 跟民主党 其实差别也不大 你发现这个 什么小布什家族 跟这个克林顿 那其实有多大分别呢 不过就是 左手跟右手 就是合在一起 其实也 就是实际上 他们都是一个 一个固有的 就过去的这种 国际秩序的一个维护者 其实他们是维系 那一套这个国际秩序的 就是所谓的 全球化这个趋势 那么我为什么 支持川普 其实 其实是我是在 我是在知道 这个川普的竞选大纲以后 大概就是 四年前 那个时候 当他提出这个 提出这个竞选的 这个主张的时候 我发现眼前一亮 那么其实我就 想到大家刚刚讲 那个眼瞎的问题 其实有时候眼瞎并不是真的瞎 他只是说 当你周围的环境 变得黑暗的时候 你就适应了这种黑暗 这个时候呢 你就对任何的亮光 就觉得很不适应 就觉得刺眼 所以川普一到来以后 当他说出 他的那套主张的时候 就觉得 固然好像就是 一个黑的屋子里面 有一道亮光闪过来 这个时候人有两种反应 一个就是觉得 很刺眼 很不舒服 然后就开始抱怨 赶紧把眼睛闭上 对 就是说亮瞎了你的眼 就这种说法 另外有一种呢 就是说 觉得这个光亮不错 虽然一开始觉得有点 就很刺激 但后来发现 这个光还是比这个黑暗要好 所以很多人就跟随 这个光就走了 那么其实我觉得 川普就这样的一个 起到这样一个作用 当他在这个一片沉闷 或者是黑暗的 这种环境下 他突然提出 这样一个主张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 好像真的是有点 惊世害俗的感觉 就是 其实他讲的那些东西 完全都是 常识的回归 就常识性的回归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 如果时间 这个允许的话 我们支持一个人 我们要知道 为什么要支持他 我觉得我回顾一下 川普的这些政纲 他最吸引我的地方 当然 作为一个 这个 还是代表保守派嘛 就是共和党 这些候选人 他必然要去 去维护一些比较 传统的 或者是保守的 基督的这种价值观 这个其实差别都不大 连小布什 他也会这样讲 比如说 像什么堕胎问题 这个同性恋问题 这些问题 这是偏保守的 这些是属于国内的部分 那么 那么这些 这些东西 其实并不是他 并不是川普 他区别于 其他的候选人 的一个最大的 一个 一个亮点 其实他最亮瞎人眼睛的 其实是 他的对外政治 就是说国际政策 外交政策这方面 其实他 跟其他所有候选人 不一样的地方 甚至就是跟 共和党建制派 不一样的地方 在于 我认为 因为我是一个 学经济的人 我觉得他最重要的 或者说他最大的 一个vision 就是他 他为什么比别人 看得远 那就是 他其实跟所有的建制派 包括共和党和 民主党 所有的人 不一样的地方在于 他对于整个 这个世界秩序 他是一种 在反向操作 因为整个世界秩序 建制派 他们是 他们在推动一个 叫全球化的东西 这个东西呢 是过去40年的 整个世界的一个大方向 但是川普呢 他是第一个 当然也可能是 他背后的团队 因为他们整个是 一个一个一个 共同在作业的 那他的智囊 他的团队 背后的人 给他的这种 这种看见也好 或者说 形成了 形成了他个人的 一个 一个正纲 那么他们是来 反向操作 这个全球化的 也就是说 他最大的亮点 其实在于经济 经贸方面 就外交政策方面 第一个 他是提出这个贸易战 就是所谓的 就是贸易问题 他觉得美国 已经吃亏太久 这样下去的话 美国会完蛋 那么他们这个贸易战 主要的这个敌人 就是中国 就是中共 就这套这个国际化的 全球化的这套运作 他是要来收回来 就是他要 他要终止 这个全球化的趋势 在这一点上 其实没有一个人 就在他之前 没有一个人敢于这样做 因为这个已经形成一种 国际的这种趋势了 共识了 也就是说 大家都是靠这个吃饭 那么你先过来 你现在不是说 跟我分什么 大家吃多吃少的问题 你是来掀桌子的 就把桌子都掀了 那你说前面那些人 坐在那里吃的好好的 大不了 今天你请客 明天我请客 大家轮流执政 结果来了一个人 他说你这个不好 而且吃的是脏东西 现在我把桌子给掀了 我重新来过 那这个时候 他就变成全世界的敌人 那么这也是他 最亮瞎狗眼的一个地方 就是所有的人觉得 哇这个人 你这个是 你是来颠覆 这个游戏规则的 所以这个是他 最不能被容忍的 或者最招人 仇恨的地方 就在于这里 这也正是我们这些人 支持他的地方 其实我们也知道 美国如果沿着这个 全球化这条路走下去 真的会完蛋 因为你 从所有的数据 这一点 我们其实这个时间问题 我们不去展开了 但是 我就想说 川普这个 这个国际政策 他是真正的 就是区别于所有的人 而且这个政策呢 为什么我们基督徒 要支持他这一点 就是因为我们也知道 全球化是一个邪恶的东西 可以这么说 就是说 当你仔细去研究 这个全球化 到底是个什么东西的时候 其实在圣经里面 有很多这样的描述 其实人类对于 这个巴别塔的这种 这种情节 从来就没有 从来就没有放弃 从来都没有停止过 就人类最终的目的是 要建立一个巴别塔 就是他要通天 他要成为神 他要举代神 那么在这点上 其实左派那些进步主义 他们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去推动这个问题 不管他用什么面目来出现 什么全球化 气候变化 什么环保 所有的东西 他都可以指向那条路 就是你要建立一座 人类的巴别塔 就来取代上帝的秩序 那么川普呢 他看到了这一点 所以他的vision 跟所有的建制派都不一样 所以至于那个佛州州长 到底是怎么样 我真的不了解 但是呢 不妨我们用这个 这个评判依据来 来观察一下 看看到时候 他的那些主张 到底跟这个传统的建制派 有没有什么分别 甚至他可能回到布什的主张 也说不定 最后又变成的那个 又变成一个建制派的回归 所以这样的候选人 如果他真的是这样的话 我是觉得没必要去选 因为选来选去 还是小布什嘛 对吧 有什么很大的分别吗 没有 所以我觉得川普呢 只要他存在一天 他所代表的像我们 这些支持他的人 这些人不会消失 他们也不会解散 那么一定会去支持他 那么至于川普之外的候选人 我觉得再看看吧 反正我觉得 应该不会有 比他更好的人选 那我先简单讲到这里 其实Jacob讲的这个挺好的 其实你说是川普是第一人 实际上川普不是 第一人应该是哈勃 其实在十几年前 哈勃那时候 真的是孤胆英雄 一个人是对抗着中共啊 那时候美国 克林顿他们还带着 一帮小兄弟 还和中共赚钱着呢 哈勃当时呢 就是说像 像就有一个很简单的 一个中加的一个旅游 十年的一个 就是互相之间的一个旅游 一个目的地国家的 这么一个政策 给全世界都给了 就是压着加拿大不给 已经都签了 然后就是不发布 就是为啥呢 就是哈勃当时呢 对中共呢 他的认识呢 非常清楚 所以我觉得北美呢 其实我也不看好的命运呢 就是说哈勃的时代呢 和川普的时代呢 没有碰到一起 如果要是碰到一起的话 可能形势呢 就会不一样 所以现在呢 我觉得哈 整体上我好像是比较悲观的 所以呢 就是说 我们是支持川普 也就是 大家呢 都是在做一个努力 最后呢 上帝 最后怎么去安排 觉得好像 就是说 这个是 嗯 美国现在是 什么那个 是什么呢 就是罪恶之城呢 还是什么呢 都不一定 所以就看了 也是看到 杰克伯的推门 然后他觉得哈 这个更替 也不是说不可以 真的 我们是看 也许就在我们 有声之间 也是 能看见 也可能 不会太奇怪 就是这样的一个事情 我知道你刚才 Sindy 你刚才要讲的 那个 你讲美国 是不是俄摩拉 索多玛 其实美国有很多城市 真的就像索多玛和俄摩拉 但是美国也有 其他更多的地方 有很多没有 像巴黎屈膝的先知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觉得美国 不会被灭掉 上帝一定会借着 美国被兴起 带动全世界 跟随他的人 属他的人 爱他的人 一起被兴起 对 我看到那个 陈陈跟我们 也分享了好多 就比较有 比较有振奋人心的 因为我最近 我也是 在绝望的时候 也是你去找很多 能鼓舞我们的 像美国 今天看到的 美国德州 他那个大学校长 然后给学生 和老师 发了一封 非常严厉的 做出的一个邮件 说学校 不许再进行 这种 那个变装 变装秀 然后呢 我们的那一帅 有一个 就我们的这省 有一个很小的 一个地方 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 他们有几个妈妈 也是 然后呢 就和这个校总 去抗衡 然后不许这些 他们在这个孩子的 这个故事时间 进出租馆 去给孩子讲 让这些变装皇后 给孩子讲故事 也有好多 也比较振奋人心的东西吧 但是总体上 还是有点 不是太乐观 我是总体上 不再乐观 陈露呢 我想我还是乐观的 因为呢 主还是万王之主 万王主之主 这个刚才讲到说 其实我们很多人 都是被困到牢里面的 因为你黑吗 你看不见吗 瞎吗 其实你看主 他就愿意 他成为一个被求的主 他就可以 真的是可以靠着耶稣 使我们得自由 使我们的眼睛能看见 能看见 那我也想 我特别感谢创伯 因为当时啊 他有两个东西 是蛮触动我的 我也是被叫醒 第一他退出了巴黎协议 第二他退出了WHO 我觉得他太奇怪了 为什么 他会把这 就是别人都是 恨不得 恨不得进去 哎呀 渲染 他为什么 他为什么出来呢 对 多讲讲 我就很困惑 因为呢 我们在之前啊 我们其实 有一点小投资 是在石油上 那么我们在石油的 那个勘探的那个人 就大谈 给我们探 什么探中和呀 什么碳 什么碎呀 我搞得稀里糊涂 都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其实他就讲到了 巴黎协议 哦 我才知道巴黎协议 他说你要买什么 这个买那个了 我就说为什么 他说 那个是 是这个大气要污染啊 什么事 反正讲的吧 都是高大上的东西 但是他里面真正的 讲到什么 我不是很清楚 但是我觉得川普 他把这个协议 他退出以后 他说我才不给你 那么多钱 他真正的把我 给唤醒了 哦 原来他是一个 虚幻的东西 那后来我就 因着这个东西 我又问到了 原来我在国内 认识的一个 婚姻员 我说 哎 原来你们听说 你们那不是搞了 很多绿色能源吗 搞了很多什么 太阳能板呢 还有这个风力发电呢 搞了很多这些东西 他回来跟我讲 不瞒你说 我们早就停了 我说 为什么要停了呢 他说 他说那都是一个概念 但是呢 做得下去 做不下去的 那是另外一回事 我说 为什么做不下去啊 他说 给你了太阳能板 给你了一些发电 那就是这个风速 但是你 你的一些沙子啊 包括其他的配套的东西 国家哪有钱给你啊 我说那怎么办了 他说现在 成本扔到我们那去 他说你怎么 喊起这事来了 哎 我说我就想知道 这个巴黎协议 到底是给 给国家带了什么好处 到底带了什么好处 到底带了什么坏处 其实现在看来 就没有一点好处 你去但凡看 那个那天 那年那个 德州 大冷天 结果就把人家 那个风车给 动了 对对对 是不是 所以呢 人们到现在还不清楚 说这一气候 到底是变冷了 到底是变热了 都不是很清楚 你看我们今年 有的时候就很冷 哎 有的时候就很热 所以呢 我想上帝可能 都没有让我们搞 但是你要跟着 这个左派走 你要跟着这些 哇 很好的 就是这些 什么环保 什么环保 还有一个就是WHO 他为什么 把它退出来了 我现在还知道 当人去盖自己的巴别塔的时候 这可不错了 我觉得创作了一件事 变乱了人的语言 好像 就把你给 好像这个 一下子给冲了 然后呢 好像也说不通了 然后就马上 有些人就 讲出不一样的东西来 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奇妙的事 我特别感谢他 至少让我醒来吧 我现在能明白了 所以我现在每次 跟我们那个团队 有的人谈 他们讲这些 什么 又搞不住 团中和呀 他说 我说 哎 你先安静一下 我告诉你 这大理都是个什么玩意儿 他们才听了 哦 原来我们被骗了 我说当然了 所以我们 其实就讲到了 两个方面的被骗 还有很多很多方面 我觉得川普他真的就是 一个人他能够回归宪法 回归真理 回归常识 这是我们这个世代的祝福啊 我就讲到这儿 哎呀 说的挺好的 我觉得他大家的心路里 好像都差不多 所以呢 又说到这个 你绿色环保 我觉得他加大呢 现在就是这样 昨天有一个人就说 他说 你看我在商店里边 去买了一个塑料袋子 装的面包 然后呢 我用一个塑料袋子 那什么的一个 那个 那火腿 然后呢 又是全部都塑料袋装的 然后他说出来的时候 我不能用一个塑料袋装 他们说要环保 所以我就觉得 好像这个 很多东西呢 真的是不能经意去推敲 那么就是川普呢 他可能就是像 就像那个 咱们说那个 皇帝穿新衣的 那个孩子一样 把这些呢 他不是说 他是耶稣 或者他是神 我觉得他就是一个 把大家都叫醒了 或者是说真话的 一个那个小男孩 或者是就是一个 就像那些说的 义士 是什么 义师 还是事 哦 事师 或者是就是一个吹哨人 我就觉得好像就是一个 是不是先知 我们还不知道 你是不是就是上帝派出来 然后叫醒人类的 这个我们还 现在我们还不好说 但是他就是一个吹哨人 所以呢 我就觉得他就是一个 普普通通的 有毛病的一个 有缺陷的一个 一个人 但是呢 他是一个战士 所以这时候我就觉得 像我们大家好像有点群龙无首的这种样子吧 那那这时候呢 就是需要这么样一个人来带领着大家 这就这么简单 哪有什么什么偶像崇拜呢 我就觉得 你要是找一个完美的人 你就是在偶像崇拜 那么谁是完美的呢 就是那些装的那些 那些道德卫视 什么那些人 等到面目一揭开以后 真的是满目窗疫 谁知道他的是什么呀 三姐会比较那什么一些 一说到这个地牢 我又想到咱们J6的那些英雄们 也是 我觉得他们也是 你真是 一说把 我们要把他要再比 也比做耶稣的话 这些人会不会 我们也是一种偶像崇拜 对 其实他们就像耶稣受苦一样的 为着美国在受苦 为整个世界的觉醒在受苦 对 你说耶稣做地牢 其实效法他的人 很多人都要经历这样的痛苦 包括圣经上耶稣也讲过的 我喝的这个苦杯你们也要喝 所以效法他的人 会经历他所经历的一切 只要是神要他们 出来为这个国度 所做的事情 我突然发现 有一件事情很有趣 我也跟大家再分享一下 就是杰克伯 在我一个推文底下 点了个赞 我就看了一下这个推文 就是我发表了一个 就是经文 他那个经文是这样写的 因有义 因孩为我们而生 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们的肩头 我把这个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 把他用红线圈起来了 他名称为测试 奇妙测试 全能的神 永在的父 和平的君 这段经文 基本上基督徒都应该熟悉这段经文 讲的是耶稣 我把那个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 用红线圈起来了 那我就不知道是跟谁在辩论 我就叫他说 请正体制官方解释一下 耶稣基督肩膀上的政权 是外太空的政权吗 其实我就想问基督徒 你们觉得呢 你们不谈政治 躲在教会里祷告的人 你们看一下世界上发生的这一切 接着有这么多人在受苦 被一些就是伪政权在坑害 在欺骗 在逼迫 包括像川普现在所面临的这些事情 你们基督徒还要不吭声吗 还要真的是像那些新眼瞎的人 我们讲眼瞎不是讲你真的肉体的眼睛瞎了 耶稣都说如果你肉体眼睛瞎了 你就没罪了 因为你以为你是看得见的 但是你却deny这个神 你却拒绝这个神 因为你眼睛是肉体的眼睛是没毛病的 你看见那些街六政治犯在坐牢 你知道他们受冤枉 你不吭声 实际上你就是心眼瞎的人 所以我觉得 我还是想要提醒大家 不要就是不吭声 你是因为你胆怯 你不吭声是因为你胆怯 你胆怯就进不了神那个永恒的国度 所以是基督徒的话 你就要做那些你能做的事情 你就是在行善 不要惧怕 真的 对 而且有时候现在呢 就是说你不去揭露那些罪恶 实际上我觉得你跟那些罪恶的人 其实是一样的 我想澄清一下 我想澄清一下 所谓的政教要分离 其实他真正的意思讲的 不是说教会你不要关心政治 他是讲到了政治 你不能干涉我们的信仰 对 原本的意思是这个 原本的意思是政治任何的东西 你不能高于神之上 你要尊重神 不能够干预教会的信仰 第二呢就是 教会的人为什么要关心政治啊 因为上帝把治理的权柄 确实是交给了教会 确实交给了每个几个土 你不关心政治 不是说不关心就是要活在每一个 怎么说每一个领域当中 这就是我们生命的一个流露 他不牵扯是你要不要关不关心的 他本来就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 所以我补充一点吧 好 Jacob呢 关于这个政教分离 因为我觉得 我看着你的推文上也是 有经常有这样的辩论 对 基督徒应该关心政治 很多人偏偏的理解为 就是政治和这个宗教要分开 那实际上 因为政治就是说 其实每个人 他都是带着自己的价值观和信仰 来 那个 来参与政治 那么你说 一个人 他本身就是 这个价值观和信仰 本身就是一个人的 一个组成部分 那你觉得 怎么可能政治里面会没有一个信仰 没有宗教 是不可能的 那么所谓的宗教 这个政教分离 其实是说 教会和政府 他们要分开 这个我是认同的 就是 其实政府就是世俗 世俗的一个政府 他可能不是一个宗教性质的 像之前就是 政教合一的那种国家 当然不是 那么你要说 让政治跟这个信仰 宗教信仰分开 这是肯定是不可能的 因为作为一个人 他本身是有思想的 你不可能让他没有这个 这个价值观和这个信仰 那么作为一个政府 当然是 你不需要让教会来参与 或者是干涉 但是 你是可以让那些去教会的人 他们来进入到政府里 带着他们的信仰过来 这个完全是没有问题 所以 不要拼命的理解 有些人觉得 就是政府就是政府 就完全世俗化的 不能有任何的宗教信仰 那 这肯定是不可能 就算你没有你的基督信仰 那别人 别的信仰的人也会带到政府 对吧 所以这个是 这完全不合理 所以对我来讲 基督徒当然要关心政治 因为你 如果你不去占领这个领域 那么那些奇怪的东西 他就会来占领 那你为什么要把它变成一个 被一些这种 异端 或者说一些 其他的一些思想 去控制的领域 你为什么不可以用一个正确的思想来控制 所以任何领域 其实都是神 都是神的主权之下 在我来讲 就包括政治 很多基督徒 特别是华裔的基督徒 我不知道他们出一种 一种什么考虑 他觉得 把政治要画 就自我设限 就是把 把某个领域画作一个禁区 然后你不能去谈 不能去 甚至不能发表观点 然后 我就觉得 这种教导肯定是有问题 我不会再去听从这样的一个 一个所谓的 这种 这种 教导 所以我选择的教会是 它是没有 没有限制 可以谈论任何的 任何的话题 对 我觉得基督教要是 如果要是你在 你建立了基督教之上的这些国家 你都不起谈基督教 然后呢 你就讲的像现在基督教已经 都太要 没有立足之力了 你还讲到还不起 还不起谈 因为加拿大的这个天主教 是被攻击最多的一个教 一个宗教 然后呢 但是呢 政府呢 他就不说 那你去攻击一下伊斯兰教 你去攻击一下摩斯林群 然后马上呢 就开始要成立一个委员会来 去来阻止了 那你说那不是宗教吗 这个不是宗教 那个不是宗教 那就咋 其实就是基督教 然后呢 你就想到这时候呢 我就觉得好像就说 像川普 他呢 就好像就是一种基督精神 然后呢 来要拯救这个国家 那这时候呢 就是这样 打击基督教 就打击 打击川普 就打击基督教 就是 就是很自然的 就是好像 你就能联想到一起 那我们基督徒这时候呢 你还 这时候还是 要把他要是什么偶像 不偶像的 那明天你都 你都没有教会了 没有教堂了 你还 你那时候 你那时候你就想到 你就像一个无头 汤鸣一样了 你那时候 你还去攻击什么呀 所以我就觉得基督徒 真的是在这个大事大非 面前呢 真的是要 要警觉 我倒是觉得 我们那一个 维加诺大主教 我觉得他的几次 几次讲话 就是在关键节点上 那几次讲话 我就感觉还是 挺让 挺给人一种 就是那种 挺振奋的 你就觉得好像这个宗教 还不是那么不堪 说不 我说是政教分离的 像我们的那个教堂 我就有一点 我就很有意义 所以 哎呀 真的是 我就觉得好像就说 今天呢 咱们就说 就这两件 就是一个 谁的这个基明堂 那个 全都这个基明堂的事情 我就觉得 一下子就让我们想到了 一个川普和这个J6 他们呢 是被人 就好像要想打入地牢 然后呢 又想到这个 彼得三次不认主 我就觉得 又想不到这个 德桑蒂斯 我觉得 大家都是很理性的 发表了一点看法而已 然后呢 这就是我们的一点 一点看法 大家呢 还有一些 我们的观众 有什么想法呢 我们可以去留言 那今天咱们节目就到这 最后呢 我们每一个人呢 就是把你 还没有说的话 然后呢 总结一下 三姐 你先开始 嗯 好 谢谢 我讲到这个 川普这件事情 最新的进展是 已经有资料 爆出来 说这个乔治索罗斯 索罗斯支持的 这个纽约的这个检察官啊 他呢 隐藏了600页 来自大陪审团的 关于这个川普总统 当时就是那个案子的证据 那个女的要讹诈川普的那个证据 居然这个家伙 这次把600页的这个证据给隐藏了 这个被揭露出来了 第二个 好像今天他们的那个大陪审团 他们的那个陪审团 现在他要弄的陪审团 这件事情 被他搁置了 就这件事情呢 他不能像他想象的那样的 迅速的赶紧的 要把川普抓住 他做不到 这是一件好事情 第二个呢 就你刚才讲到 那个维加诺大主教 然后在美国 基督教界大家都知道的 现在是那个 富兰克林格里汉 就是以前的 比尔格里汉的那个大儿子 现在他 他也发表了一个支持特朗普的 就是关于这次要抓特朗普的这件事情 他出来声明他是支持特朗普的 他说这种政治迫害是不可以有的 在美国简直是不可以存在的 那这个也是灵界的一个重锤了 重拳出击 都是说明省的正义的力量还是在的 另外就是我希望 现在这个很多人觉得说 J6怎么视频出来还没放出来 我想啊 这个美国的司法和这个 就是这个执法体系 他已经现在是处在一个非常混乱和腐烂的 腐败的状态 现在这些事情的发生 主要是要让民众要看见 看清楚 美国的司法执法体系 已经滥到什么样一个地步了 是这个就是他们可以违背违宪违法 如果老百姓容忍这种事情继续下去 那真的是我们死有余辜 就是因为我们不能指望某一个人 特朗普出来打天下 我们在那跟他享受 不可能的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 一定要站出来 一起在这个公益政治的道路上 跟着圣灵的带领 要把我们要当有的权利 神赐给我们的权利 要把他夺回来 好像是给川普的那个律师的律师 也站出来是揭露那个骗子了 就是那个骗子所做的一切 现在他们要强加给川普身上 所以我觉得好像就是这些正义之事呢 全部都站出来了 还有这次呢 马卡西这次 我觉得他的表现呢真的是 这个人呢 现在我觉得好像越来越有一点像那种历史 能在历史上 能留下重重的一笔的一个人 我觉得他每一次好像感觉在关键时候 都旗帜鲜明 然后呢该做的一切呢 都是还是挺让人 应该是都是 大家都都是 所有几乎所有的人 都是还挺称赞他的 所以这也是一个希望吧 那个谁沉默 非常感谢神吧 我想在基金堂让我看见的就是 其实主耶稣这条苦路 我们去寻求神的 回归的路 回归到神的路 它其实是一条苦路 一个会受到迫害 会有一天会被下到监牢的路 但是神他都体会了我们的难处 他先走了 他并没有让我们走这样子太苦的路 所以我们今天真的是要感谢神 我想在那个地牢里 其实他就讲到我们每个人的心 我们要把自己 就是无视这个社会 任凭这个社会去走 然后我们有一天被人家送到监牢里面去 对吗 对不 那个下监牢的其实就是罪人 就是我们该 我们所有的罪 但是神并没有 只有耶稣 他是为我们死的 他是生就是为我们死的 而且第二呢 我觉得我们有可能 若是没有我们大家圣灵的一个光照 有可能有一天我们就是把 该任的主就是否认了 出卖了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让我们更加的警醒 我们没有什么可以自夸的 我们也不是眼睛明亮的 只有神会让我们的眼睛明亮 真的能在就是在末世里面 以属灵的人去看着外事 而不是凭着自己的 我认为这样 我认为那样 然后一会打这个 一会打那个 最后你知道吗 你把他们都给打掉了 最后挨打的就是我们自己 对 好 好 好 其实很多人 他们在这个 其实我们都忘了一件事情 就是美国它在民意上 那实际上 实际上应该也是 它是一个上帝之下的国家 那么 对 他们信奉的是我们信仰上帝 而不是政府 这个已经无数次的在他们的 不管是宪法 还有包括他们的货币 就是所有的方方面面都已经 都已经是成为一种共识 这样一个东西 但是如果我们不站在上帝之下的 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框架之内来看美国的话 就很容易陷入一种 就是把这个两党政治变成一种 苹果和橘子这样的一个选择 就是其实都都不错 各有不同的风味 然后都都还就是 就觉得就二选一就好了 但实际上如果你没有这种 放在上帝之下这样的一个 一个前提 是理解不了美国的政治和它的方方面面 其实在我看来 其实美国的问题 其实就是一个正邪的问题 就是一个正义和邪恶 黑暗 黑与白的问题 其实没有那么多什么中间地带 其实你选择的就是一个好的跟一个坏的 不是一个苹果和橘子 这样的可有可有的选择 那么我记得原来川普当政的时候 他曾经他发布过一个叫宗教自由行政令 就是他保障的是一个基督教的自由 就不再有这种所谓的政教分离 他是已经威胁了多少年 就是以至于宗教就是基督团体 被政治上得到迫害 就被迫害 那么这样的话呢 他释放了这种自由 其实而且他也是明确的反对一些 违背圣经的一些政策 那么在这点上很明显的对比 就是其实两党其实是很大的差异 有人说他只是说 其实在我看来 其实就是一种正和邪的差异 所以我觉得基督徒一定要分辨清楚 就是当你在选择站队的时候 其实你站的不是某个政治 政治的这个派别 你站的是上帝的这个方向 那么对 对 我也谢谢大家的这个评论吧 就不管是正面负面 就是大家一起来讨论 就是很多事情 我们大家在一起 可以谈得更清楚 更明白 谢谢这个平台 谢谢 对 真的不是说简单的是选橘子和苹果的问题 不是那样的了 现在 真实的是正和邪 那这时候呢 我就觉得好像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呢 都是擦亮眼睛吧 然后呢 就是去做最正确的事情 做神让我们做的事情 做正确的事情 那今天咱们就到这 非常感谢 每一次和大家的聊天呢 都是能让我自己呢 都有所进步 也感谢我们的观众 给我们的热情支持和鼓励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 咱们下期再见 谢谢 再见 谢谢 谢谢我们的观众 谢谢 谢谢各位 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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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